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亿万富翁花钱买死不成》变成职业杀手的故事 雅各布是一个黄金诞生汉 本应该好好享受人生的他,却对生活毫无兴趣 在妈妈死后,他变得更加古怪和孤独 还将自己的大笔财产捐给了基金会 像雅各布这样的大富豪 住在城堡般的房子里,每天锦衣玉食 却找不到一丁点的快乐 竟然荒唐到要去自杀 自家花园那么大,随便找个地方拴上绳子就能去天堂了吧 可偏偏天不随人愿 家里的庄园再大,也家不住仆人多 还能不能让人安静的死了 家里的陈列馆摆分了各十个样的枪 这么死或许有点疼,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不过家里的仆人们有点难搞 这些爱枪如命的仆人,每天都会将枪擦得正光挖亮的 还是不要打扰他们的工作了 无死心的雅各布又摘了一根皮管 决定让自己被汽车尾气呛死 他好不容易从自己众多的豪车里面选出一辆密封性最好的 静静的等待着死亡 可不凑小的是,他还是被打扰了 既然家里死不成,那我就走远点 来到寂静的海边,一个人安安静的坐在车里 实施自己的自杀计划,他命大还是没有死成 可却让雅各布看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位穿折得体的老人坐在轮椅上 跟在他身边的人将他推向悬崖边 不一会儿,老人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当然,这可不是什么奇幻世界 老人是结实的坠入到大海里 或许老人和雅各布一样 觉得世界没有意思,就想着去见上帝 为老人实施死亡计划的人 是一家名叫极乐世界的公司 这家公司就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写字楼里 从外面看和其他公司没有异常 但从客人一进门 就对他们进行了全方面的扫描和分析 雅各布找到这家公司 从他进入公司,他们就将它分析得很清楚 一眼就看到了雅各布想要去见上帝的心思 在这里,他们能够为客户制造各种意外 确保他万无一失地能够死掉 这些服务非常符合雅各布的需求 很快就签订了死亡协议 这个协议一旦签订,就没有反悔的机会 由于雅各布对于死亡的方式没有要求 公司就启动了惊喜方案 这意味着雅各布自己都不知道将会以何种方式死去 花钱买死亡的人可不止他一个 在棺材时,他看到了一个正在为自己挑选棺材的女士安妮 她和雅各布都是同道中人 都选择了惊喜意外之旅 两个人为了不违反客户之间不能互动的合约 雅各布随便挑了个棺材就离开了 回到家的雅各布交代自己的后事 首先,他结雇了家里的所有工人 就连老管家他也没有留下 他看着那些工人离开的背影感觉是一种解脱 说到庄园里空无一人 这时,他接到安妮的电话 其实,安妮只是在想,已经三天过去了 雅各布有没有死 结果他听到雅各布的声音 他还安然无恙地活着 之后的每一天,雅各布都按时按点地起床 等待着死亡降临 可是越这样,雅各布就越焦虑 他终于忍不住给公司打个电话 负责人告诉他 他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样等待着死亡 他要和平常生活无异 在负责人指导下 他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按照往日的计划表里 星期五是他和妈妈跳舞的日子 现如今他没有了舞伴 四所再三,他邀请了安妮 安妮觉得这有些奇怪 他们两个人素不相识 但却频频扯上联系 难道他们是彼此的意外吗 女人的想象力天生就比较丰富 能够把两个毫无关联的事情都联系起来 这一切对于要死的人来说都不重要了 安妮开心地和雅各布去约会了 到了约会的餐厅才发现 这里是老爷爷老奶奶的约会圣地 虽然约会的地方有些怪异 但一点也被影响两个人敞开心慰的聊天 原来安妮也有不幸的经历 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去世了 邻居收养了他 并把他培养成人 但安妮一直没有长到自己的归属感 他周围也没有真正能够看清楚他的朋友 内心的孤独没有人能够理解 雅各布或许也是如此 他很少随幸运而活 一切都是为了别人的标准 为人处事也十分轴导 总是先考虑别人的感受 为了不让老人家落单而伤心和人家跳舞 安妮对这个男人很是好奇 两个人因为死亡走在了一起 有着聊不慢的话题 语中漫步 如果放在正常人身上是多么浪漫的事情 雅各布却时刻在想着死亡 站在巴马乡的雅各布 突然感受到死亡气息 此生即将来临也是如此的开心 他静静的等待着急促开来的大火车 安妮和雅各布手拉手并排站在马路中央 他们高估了自己的预期 人家货车司机开车技术一流 和他们擦肩而过 直接看进沟里 经过了这次的惊险 安妮和雅各布对待死亡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安妮来说是十分的紧张兴奋 或许车真的撞过来那一刻 安妮会逃跑 雅各布和安妮截然不同 他一点也不兴奋 内心平静如水 他能够将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 什么事情都影响不到他 这也是他对世界的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起的原因 他和安妮的约会很快就结束了 不过他们的道别语是永别 他们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明天 雅各布又像瓦常一样平静地生活 他电脑电视新闻报道 一户公寓突然爆炸 周围的人却安然无恙 他急忙赶到事发地点 确定那就是公司安排的一桩意外事件 在案发现场 他再次遇到了安妮 对雅各布豪车感兴趣的安妮 被邀请去他家做客 很不巧安妮来的不是时候 有人急着要和雅各布签合约 这栋豪宅即将售出 受雅各布邀请 他可以自行参观他的家 而老管家成为他的引路人 雅各布的家里挂了很多的油画 其中一张就是他的父亲 原本他的父母拥有童话一般的爱情 但每个男人对婚姻都有艳情期 雅各布的父亲也不例外 父亲也有了外遇 不过这个小三是大海 他对大海的热爱超过了一切 他达到了艘船 要和雅各布环游世界 就在出海试船的那一天 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一天起 就将自己的内心完全封闭 不哭也不笑 失去了生气 尽知尽辞地为他母亲做任何事情 这是他活着做任何事情 这也难怪 在他父母去世之后 他才想要厮杀 何悦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签订之后48小时 双方都有反悔的机会 这也意味着 他可不能在这两天内死去 万一何悦出现了问题 他可就不能处理了 回到家的雅各布带着艾尼 试开自己的车 艾尼的车机了得 飘移完全不在话下 给了雅各布不小的惊喜 他们的聊天话题 总是离不开死亡 如果明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雅各布最想干什么 他最想做的就是和艾尼跳舞 他们在海边 伴随着海浪的节拍 轻轻地点起脚尖 沙滩上 留下他们两个人宽快的脚印 两颗孤独的心越来越近 他们两个的一举一动 都被人拍了下来 或许死亡离他们不远了 夜晚降临 他和老管家聊了很多 他们曾经都在这个庄园生活了很久 可雅各布的感情 却远没有管家身 老管家根本不想自己的花园 被新主任盖成三文碗 最后雅各布在合约里加了一条要求 不能改造老管家的家 也不能改造玫瑰园 这是他能为老管家做的唯一一件事了 经过一个晚上的仔细考虑 雅各布不想死了 因为他恋爱了 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安妮 来到公司想要就用旅行时间拖延 但很不幸的是 这根本不可能 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死去 由于雅各布不按照规定 又和其他阁股产生联系 公司决定究竟解决雅各布 好在公司的一举一动被雅各布发现了 他和工作人员拔起了躲猫猫的游戏 在棺材里面成功地摆脱第一步的厮杀人员 结果次他和安妮开启了大逃亡 可公司的人切而不舍地追逐他们两个人 安妮还被蒙在鼓里 他不明白为什么工作人员会在大街上对他们开枪 不过谋杀可是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 他带着雅各布在街上东躲西藏 先下手为枪后下手遭殃 他们开车撞下了工作人员成功逃脱 而雅各布也向安妮坦白了 他擅自的举动使他们身陷被追杀的命运 安妮也没有想到到底要不要选择死亡 让他们感到迷茫的是 他们都不可预料地爱上了彼此 现在他们必须时时刻在一起 面对敌人他们要同仇敌开 单独出门为雅各布取兵的安妮 被工作人员抓走了 本以为他会惨遭毒手 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是卧底 安妮是极乐世界公司老板的养女 自此时中被蒙在鼓里的只有雅各布一个人 老爸对安妮下了最后的命令 在第二天中午之前 雅各布必须死 只要安妮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是真的已经喜欢上这个男人 爱情击碎了他的所有勇气 更让他无法扣动扳机 只始终保不住火 无意之中 雅各布发现了藏在安妮身上的手枪 原来最危险的人就在自己的身边 面对安妮的欺骗 雅各布竟然发了脾气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情绪 变得像正常人一样 爱情拥有神奇的力量 他能够化解一切矛盾 雅各布原谅了安妮 为了逃出去 他们两个使了一机 安妮假意将雅各布杀死 顺利地将他带出了小屋 为了摆脱其他的杀手 安妮利用自己超高的设计 赶在火车连连之前将车开了过去 巨大的火车车厢成为他们的屏障 雅各布成功逃脱 赶回庄园宣布售卖计划终止 他被门外狠狠地报复 被警察带走失去了一切 安妮说服了养父放弃追杀雅各布 但前提小件事去安妮为妻 这也意味着雅各布要加入他们 他的第一个暗杀任务就是老管家 雅各布质问老管家为什么不想活了 原因很简单 只因为他的爱人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孤独的他情感得不到寄托 他希望来世能够和爱人再见面 雅各布突然就理解老管家了 因为他也尝到爱情的甜蜜 能够想象到没有爱情的煎熬 最后老管家安详地去了天堂 雅各布的出现在这里是老管家的愿望 他希望死在最爱的人身边 最后雅各布和安妮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他们开启了振兴家业大战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荷兰电影意外制造公司 虚度的光阴总是显得非常的漫长 雅各布虽然是百万富翁 却找到人生的意义 他友善温和在别人看来就是完美的人 但只有最熟悉他的人才知道 这是他封闭自无的表现 只有当他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 才会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 每天才能充实起来 这是一部在幽默中探讨人生意义的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版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